大美诗书画 笔墨中国风 也是传统读书人立身处世的道德榜样和追求目标 在古代的诗词书画中往往会体现出一种君子的风度 那么这种君子风度是如何在文人的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就先从一只小小的昆虫说起 蝉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枝鸟 它长不过几厘米 寿命不到一百天 因为栖息于高高的树上又以植物露水为实 在古典诗歌中往往被寄予了漆高引露的高节君子形象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出唐诗人于世南的这首《禅》 禅 唐 于世南 《锤锡隐引青路》 柳翔出书童 鞠高声自远 飞逝解秋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帽袋打结后垂下来的部分 那么这和蝉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仔细观察蝉的生理结构 就会发现在蝉的口腹之间 有一条下垂的针绘 形状就像下垂的帽袋一样 蝉就是用这条针绘来吸食植物露水的 垂蕊引轻露说的就是蝉的形状和实性 第二句 流响出书童就比较好理解了 稀疏的梧桐夜间传出高亢有力的禅名 在古代传说中 梧桐树 高峻挺拔 也有象征高洁美好品质的意思 诗人安排蝉栖栖在这样一种树木之上 其实也是在暗示蝉有高洁君子的形象 蝉的叫声十分高亢嘹亮 有时距离很远也能听得很清晰 于是有人就认为这是借助了秋风的力量 但诗人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蝉声传得远的原因在于 居高 所谓站得高传得远 这就叫居高声字远 非是借秋风 不过居高不仅是指蝉栖息的地方高 更多的是暗示了他立身品格的清高 这两句话不仅在说蝉声传得远的道理 也说了君子声明传得远的原因 是由于自身高洁的品质 而绝不是凭借外界的力量 这首诗的作者于士南 经历了南朝臣以及隋唐一共三个朝代 他和哥哥于士基在少年时代就很有才气 臣朝灭亡后二人皆入隋为官 哥哥于士基因为善于奉承 深得隋阳帝的喜爱 弟弟于士南则秉性正直 不愿做溜须拍马的事 所以不受重用 一直官不过欺品 直到唐王朝建立以后 于士南入唐为臣 他几次在朝堂上直言劝戒太宗 不能太过娇奢 太宗也都欣然采纳 他去世后 太宗更命人 把他的画像画到灵烟阁上 让他能够名垂青史 再回过头 看他那一时得意的哥哥于士基 早在隋末的兵变中被杀 而且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 于士兄弟的际遇 也侧面向我们说明了 禅这首诗的利益 于士基依靠阿谀奉承 贪腐权贵 虽然得到一时的显贵 但并不长久 于士南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清高 政治的品质 终于能够名垂青史 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 既情余物 文人的诗作如此 画作更是如此 松树是中国文人画中常见的绘画主题 往往被寄予了一种正直孤高的君子品格 宋画中的名作 李承的寒林平野图中 就画了两株笔直苍净的长松 李承十分擅长山水画 尤其善于表现北方郊野 平原矿阔的景色 我们看这幅画的远景 河道蜿蜒曲折 平原矿阔 天际烟矮空蒙 没有生气 寒树枯枝中 挺立着两株长松 枝干笔直直插云霄 傲立于荒寒的平野之上 显得十分的高傲孤寂 这两株长松 枝干甚至松针的线条 都十分刚硬有力 表现出一种清刚的意态 平野东景 再加上两株傲立风霜的长松 使得整个画面 在凋臂的气息中 又增添了一种 孤高刚净的气势 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 伦语那句 遂寒然后之松柏之后 雕也的意境 画面的气韵 就完全不同了 据史籍记载 李成年少之时 以儒道自首 有一番既是旧民的志向 那时候 国家分裂兵荒马乱 而李成的所谓儒道 在古代的和平年代 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在战争年代 却丝毫也起不到作用 甚至自身难保 他的志向 显然得不到实现 郁闷至极 只得每天以山水画 自渔 平野韩林 正是他的书画作品中 经常出现的主题 也许正是这种人生经历 这种传统读书人 在战争年代的无奈 悲凉 自首与坚持 才能将 寒林平野途中的 平远荒寒之感 两株长松的 清刚挺秀之气 表现得如此 淋漓尽致 其实 君子之道千言万语 说到底 不过是 乱世中 洁身自好的寒蝉 与荒野上迎风傲雪的 长松疤烂